各位傳媒朋友好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昨天是一個非常忙屋的一天 我昨天上午就和國務院廣告辦的 馮藝副主任見面 大家會面大約是兩個小時左右 下午我就和一些北京的官員會面 晚上就是王高雅主任請我吃飯 當晚馮藝副主任都有出席 在這三次會面之中 我們主要討論的課題就是 一國兩制 香港的長遠民主發展 和中央和法民主派的關係 這三個題目其實都是民主思路 重要的工作的目標 我亦都趁著這個機會 向各位北京的官員 介紹民主思路的成立 各個成員的背景 和我們往後的工作大綱 我亦都透露在適當的時候 當我們在香港收集意見的工作完成之後 我們希望有一個機會去北京 和北京的智庫學者 甚至官員交流 這次的會面其實是民主思路 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希望 在政黨考慮之後 我們可以為中央和泛民主派 派開創一條新的溝通的道路 我們覺得香港民主發展要成功 其實必須要有中央和泛民主派的合作 不過我在這裏都希望透過各位傳媒朋友 和香港的廣大市民說一聲 希望大家不要對我昨天的工作 是有過於的期望 因為我們有估計 在未來的12個月之內 我們相信北京和泛民主派的關係 都不會有什麼突破性的改變 理由就是因為我們未來的12個月 是會有幾場選舉 傳統上中央和泛民主派在選舉的期間 關係都是非常緊張 下一個可能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工作 推前的窗口可能是區選之後 人大開會之前 即是大約是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明年的年初 民主思路會盡量把握這個機會 希望在這段時間可以爭取 將我們剛才所開啟的議題繼續推進 不過一切都要視乎我們 在香港收集意見的進度如何 所以大概來說 希望大家明白 要改善中央和泛民主派的關係 就是派一個長時間的工作 不是一兩次會面就可以達到目的 希望大家明白 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暫時的遊戲規則就是我不可以覆述官員的意見 我只可以說就是 其實我今次經過三次會面之後 我自己的感覺是 對於我們民主思路的工作 是比較樂觀一些 我們都很希望 在未來的一兩年之內 可以改善到中央和泛民主派的關係 其中一個我們了解到的就是中央和泛民 一個最大的落差就是對於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的理解和期望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課題上收集了中央政府和泛民主派的距離 那我相信下一次如果可以給這個政改的話 我覺得成功的機會是比上一次是很高的 其實這次的會面是始於七月的時候 馮毅副主任聯絡過我 就表示希望和我坐下 我知道他是比較對民主思路的成立 還有工作是這樣的興趣的 那之後我一直都提出 既然我九月三日來到北京 可不可以在這段時間可以回見馮主任 和或者其他官員呢 那但是一直其實都沒有那些確實的答覆 那我自己決定留下一天 其實都是希望可以成事的 直至到月兵那一天 然後才確實到第二天的安排 但是你覺得中央的這些官員 那些官員呢 就是之前跟我們講過 其實是否中央生活中 就是有檢定了一些牌和主派 我自己沒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剛才講過了 其實我和馮毅副主任比較數落 那他又邀請我和他見面 那我來到北京 那我可能就是其他官員 就是知道我到了北京 就因你省見我 把握的機會 和我討論一下香港的政治形勢 那在另一方面 我想相信大家都明白 因為我已經退出了公民黨 也不辭去了立法會議席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就算在選舉的期間 其實中央對於和我去作交流 他們覺得可能危險性 可能沒有那麼高 當然我不知道會見到黃岡下 當然我不知道會見到黃岡下 應該是那晚晚一點 或者第二天早上 我忘記了 可能是那晚晚一點 那晚晚一點 那晚晚一點 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些會面 特別是初次的會面 都是比較敏感的 我未得到對方的同意 我覺得我未必應該 就是預先去公開 那就期呢 其實如果大家上去北京 和北京的官員見過面 都知道 很多時候的安排 都是去到最後一刻 才可以確定的 我跟隨大律師公會 上京這麼多次 每一次的經驗都是這樣的 還有大家見面的時候 然後呢 除非我得到對方的同意 我覺得是 不應該也都沒有禮貌 是將對方的身份 或者詳情 是跟傳媒交道 在這次來講呢 我是得到了 馮毅副主任 和黃光雅主任的同意 和傳媒呢 是披露他們和他們的會面 兩次的會面 那些氣氛是 三次的會面呢 那些氣氛都是非常之良好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在一個沒有政改的壓力之下 去見面呢 其實是 交換意見是比較合適 也都會是更加有利 是建立好一個好的關係 我剛才講過 我得不到他們的同意 所以對不起 我是不可以 是 如果我講出來 都會猜到 所以我覺得我是不可以做的 他們沒有同意我 譬如 那會不會是 這次的會面會有些密室 我不明白什麼叫密室談判 我想做好工作 不是談判 對不起 我是為民主派去 去樹立一些溝通的渠道 完全沒有談判可言 所以我覺得這些密室談判 這些這樣的用詞 其實是被人濫用了很多 但是你說想做平衡 但是有什麼都不同 那你怎麼做 中間共和民化民 我不跟你們說 那你和共和民化民 我當然會和他們溝通 但是其實那次民主黨結束之後 外界都對於這種社會公開的 不會有這個感覺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可能在某些發聲比較響亮的群體 會是這樣說 我自己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都不夠感覺到整個社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政治上 就是保持一個比較低調的處理的方法 就是合適的方法 只要這樣才可以達到有成果 大家就不要用一些在街市買菜那些這樣的姿態 去評估一些政治的會面 但是小民你們在做什麼都不懂 當然為什麼不知道 就知道我們現在努力為中央和泛民主派 去修補關係 還需要知道什麼呢 對不起 我完全不認同這些的說法 OK 但是下次有會支持 你們想在北京嗎 我們目前是希望 我們的計劃是希望可以上北京的 但是第一要視乎我們在香港的工作進度 第二要視乎當時的政治氣候和北京的反應是怎樣 我們希望這樣的時間表可以落實到 會不會即將指揮 會不會即將去往後再去指揮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可以預先去規定的 其實大家都明白在北京的時候 我們可以見什麼官員呢 很多時候都是在當時北京他們的對政治形勢的評估 他們的看法和那些官員 究竟是否當時是有空在北京可以見到 當然如果我們要上北京進一步推進中央和泛民主派的關係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會見到 掌管香港事務的官員 但是我覺得現在一切都是比較延遲過早 我們接下來的兩個月 在這個民主思路 會集中我們的精神去處理收集政改之後的意見 會不會是責任什麼政策的官員呢 會不會責任什麼政策的官員呢 會不會責任什麼政策的官員呢 剛才說過了 我們沒有預設的一些會見官員的名單 會不會責任什麼政策的官員呢 會不會責任什麼政策的官員呢 我只可以說是 我開完會之後 我對於可以改善中央和泛民主派的關係 是比較樂觀了的 請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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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